比方说如果在这边摄影棚遇到他 那假设我现在可能被女友甩了 那马丁说 小小最近怎样 然后我就 我被女友甩了 他就 原来 那你怎么没有出来玩 我心情太不好了 他是属鸡 我找一下别人 那他就不想聊了 他就跑掉了 就走了 他觉得太麻烦这个话题 他跟天气一样冷漠 对 我也觉得瑞典人都很冷漠 也是瑞典 对啊 有瑞典朋友在台湾 他们就是欧洲北部的人都比较冷漠 所以他们都很独立 从小的时候就 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然后我的朋友 他不喜欢北帮忙 然后在台湾 很多台湾人都喜欢帮忙外国人 对吧 找房子之类的 所以他觉得北帮忙就 好像没有 自己没有能力 去到什么事情要自己做 可是你也是默不关心的 对啊 不是 那这样总比太热情 你为什么明明就心里爱着我们 又不跟我们互动呢 我其实都会 晚上都会跟你们互动 都在脸书上偷偷地骂你 你们第二天才会知道 是 所以不要太关心 好 会给别人压力 从身边你我做起 也不要太冷漠 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二分之一强 下次见 拜拜 拜拜